欢迎回到Blind in the Kitchen 欢迎回到Blind in the Kitchen 今天是年初四了 让我再跟大家拜一次年好不好 祝大家新年快乐 开工大吉 今天呢 我迟到了 把我的频道 出了慢了一些 因为前三天我都不舒服了 所以今天才来开拍 也算是开工了 今天呢 我有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烹调 你们大家都吃过 通常普遍的都是炒饭 炒面 炒米粉 炒肉絮饭 炒碗米 可是你们有没有吃过 炒粥 今天我就带大家 看一看什么是叫做炒粥 好了 大家 要猜猜看 这一片东西是什么来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白糖糕 不是糕 这是猪油糕 你们知道吗 猪油呢 炸出来的猪油是非常健康的东西 不是坏的东西 现在呢 我必须要把它切成小片 因为呢 这个猪油呢 是其中之一的主要 就是它的草粥的灵魂来的 刚才切好了 就是切条状 现在呢 要切粒状 因为呢 为什么我们要切粒呢 比较快速 然后呢 记得 你炸的时候 不可以炸太快 要慢火炸 如果太快的时候呢 它的油不会出来 反而它会烧焦 就是这样切 是最漂亮的 然后吃的时候 口感也是很美的 我们就这样切下去了 然后呢 诶 就是说 吃这个 是非常健康的 我不是空口而说 是 美国那边 是有研究人 研究的那些 研究的研究 他们有证明说出来 猪油原来是很健康的 那你们都看到了 我切完了 那个猪油膏 切丁 切粒吧 现在我来介绍你们 今天的材料是什么 今天我们有 烧肉 烧肉大概有 五块钱到十块钱 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 你看到这个油油的东西吗 这个就是虾米 虾米一定要洗过 然后蒸水 然后就两颗 两颗 这个是什么 冬菇 大力的冬菇 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就是 也是它的主题 你看这个一条一条的 就是叫 油鱼丝 油鱼丝 然后过来呢 这个就是 刚才我切好的 猪油膏 现在呢 我要开始切蒜头 今天的蒜头 我不切米 我切片 因为呢 你切到这个时候 才有那个 切到蒜头的口感 蒜头切完了 现在我来切冬菇 冬菇也是一样 要切丁 还有吃到那个口感的感觉 不要切太薄哦 切太薄真的是吃不到的 我们切先切横切 然后呢 它就很香了 我们就把它切丁 粗一点点也无所谓 因为呢 比较好吃 才有吃到它的口感 你们都知道 或者你们会不会炸猪油膏吗 猪油膏呢 呃 是要炸到差不多 它的巧克力色 大概有70%就好了 不要太黑哦 呃 先下去的时候 是不需要下什么油的 直接这样 握热了 然后就把它倒下去就可以了 然后呢 大概 十分钟 十分钟 你看到它变原色了 差不多70%巧克力色的时候 你就可以大火 然后炸一炸 给它的油完全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马上关火 然后把它撩起来了 然后把它撩起来了 你看现在我炒了差不多 呃 都有什么了 变色了 你看我们没有下油的 它自己会自己产生自己的猪油出来了 然后它慢慢那个猪油膏 就慢慢会变瘦气了 刚才我的猪油膏 跟那个猪油渣 猪油全部都已经炸好了 已经分解了 现在我这个握里面的呢 剩的呢 就是一点点的猪油 我们要用猪油来炒哦 所以我们就要把刚才切好的蒜头 全部倒下去 炒给它香哦 我就下了蒜头嘛 蒜头下过后了呢 就下香菇 然后炒好了 然后炒好了 给它香喷喷的味道出来了 下一个就是烧肉 嗯 好香 接下来呢 就是炒虾米 你的虾米 你要看你要放多少 比较你的 ok 有些人喜欢吃虾米多 就放多点虾米哦 我的虾米是小吃的 不是大吃的 可是小吃的越有味道 大吃呢 有口感 我要的是它的味道 好了 全部都炒 差不多好了 最后一个呢 还不是最后一个呢 现在我们的粥 粥煮好的粥 倒下去 一定记得 要有火味 好记得 你一定要快炒 因为粥 你炒粥的时候 粥是很快烧焦的 ok 现在呢 反正有时间 我跟你们聊一聊 什么是 炒粥呢 炒粥在我很小的时候呢 我家有人有带我去一个地方 叫 Cerang 应该有几个朋友 我的好朋友 就是 谁啊 美丽的小姐 她 她也经常去那边吃的 很多人也喜欢去那边吃 是 炒粥的第一家 就是在Cerang 我也是在那边吃出来的 我会 怎么说 我会炒呢 因为每次去吃 我都很记得 它的味道 它的料理到底有什么东西在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火味 还有它的猪油 要有够味道 然后呢 炒到一半的时候 我们就要下这个 这个叫什么呢 刚才我跟你们介绍的 就是鱿鱼丝 把它放下去 有些人呢 他们很喜欢 把鱿鱼丝拿去炒过了 然后才下 我觉得这个是不大妥当 为什么呢 由于是你炒太熟了 它就变很酥 然后那个鲜味 完全没有了 你看 你要很快的翻 炒粥 它很快烧焦的 手脚要快 炒到一半了 差不多 也都是要好的 然后呢 我今天也是一样 照样 那个 就是那个冬菇的 水 我们放一点下去 好了 然后呢 它才不会这么粘 好吗 不要水 不要淡 好了 我的炒粥 也是差不多好了 等一下我就会把它 拌起来 放在一个碗 然后呢 再下 什么呢 还有香菜 还有刚才我炸好的 猪油泡 那么 我的炒粥 就是完成了 我的炒粥 是上做了 上做了 现在 就要两样东西呢 两样东西啊 我就要加 刚才炸好的猪油泡 哇 米米 给它米米先 撒在上面 不要这么小心 打打你来 然后呢 就是香菜 如果你们不吃香菜的人 不用紧 你可以下青葱 这样 拌拌拌拌 把上面 米米上去就可以了 好了 大功告成 还有呢 在我还没有品尝之前呢 我首先要跟你们说 谢谢你们的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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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还有最重要也是要谢谢 我们马来西亚的 MTV7 还有马来西亚都放自爆 和支持 他们都给我一个很美好的报导 好吧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吃了 还有 老话还是要说的 只要你有心 无论你是忙的 什么都能煮出来的 来大家一起吃 来大家吃 不知道好不好吃 因为我很久没有去那边吃了 所以今天 我是特别在家自己煮的 好烫好烫 好吃 猪油泡的味道 很新鲜 虾米味道很鲜甜 还有 鱿鱼是 最美丽的 好 谢谢大家再看 然后呢 记得看完了 记得 订阅我的频道 YouTube频道 Blind in the Kitchen 好了 谢谢大家看 还有再一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开工大吉 拜拜